看一下就是刚刚讲的这一题,这一题逻辑很简单,如果你希望在某一个储存格里面取得它部分资料, 那那个部分资料可能就不是说固定在第几个字,而是用一个可能符号的字元去区分它你要哪一个字开始,哪一个字结束的话, 那通常我们会用fine的函数去帮我找到位置,那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看,当然最后的结果,像刚刚看到的最后完成的公式,里面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当然我们会用到那个像fine函数,可以找到什么呢,前刮斧的位置,用fine函数找到后刮斧的位置,再利用me的函数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把资料带到这边来,但是带到这边来会有个问题,如果没有刮斧,它会产生value的错误, 所以你最后还会需要用到ifl去做那个什么呢,value的那个错误的过滤, 特别注意,如果你是用那个excel的2007以前的版本,可能2003的话,那就没有ifl, OK,那你可能会需要用两个函数啦,就是if加isl去做过滤, OK,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的版本比较旧的话,恐怕那个ifl这个函数呢,就没办法试用, 那这个当然,现在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之前刚好上课的同学里面, 是有用那个比较旧的版本,那会有这种差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么复杂的公式,我建议,如果这么复杂的公式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呢,可能就是取得前刮弧的位置, 那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分开来做,比如说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是前刮弧, 然后呢,再来是取后刮弧,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资料给什么呢, 给给切,切出来,资料的部分,然后最后的话呢,是过滤那个, 过滤你的那个什么呢,错误,OK,大概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分成四个,四个部分,个别完成,否则的话, 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要叫你一次全部做完,应该难度会太高, 那怎么样分别来做,首先第一个,我要怎么样找到前刮弧的位置呢, 我建议是把它放D3好了,那D3的储存格,因为D2里面没有刮弧, 所以可能会产生错误,我们先看到有刮弧的, 那你可以用哪一个函数呢,一个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记得从文字里面找找看,会有一个叫做Fy的函数, OK,那顾名思义嘛,它是让你去找, 找储存格里面呢,有没有哪个字元, 有的话告诉你第几个字,那这里你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其实在文字类里面函数,这么从头到尾,这么多啦, 我建议如果没事的话,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函数, 因为如果你要彻底了解这些函数,将来其实都有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把全形转半形的话, 你会想到哪一个,把全形转半形, 其实就是这个,ASC, 它底下不是跟你讲,将全形次元转换为半形, OK,所以将来如果你遇到全形转半形, 那就是ASC就OK了, 另外假设如果我希望怎么样,半形再转全形呢, OK,那全形半形应该知道, 这边有个big fat,就是全形,把半形再转圈, 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啦, 另外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希望输出什么呢, 输出那个我们电脑的内码的位置, 比如说呢,我今天要输入个A的话, A的内码位置在65, 那其实你可以什么,用那个CHAR函数, CHAR,你就再给它65, 它就帮你输出A, 比如说我试一试个月, 这边的话,那ASC code, 那内码表如果你找到65, 它这边按确定, 它会输出A, OK,那以此类推啦, 其实将来, 那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将来你可以配合像什么, INDRESS函数啊, 它要蓝号, A,B,C,D, 可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自动去产生这个A,B,C,D的话, 那你必须要自己打,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可以配合什么,CHAR函数, 去帮你抓到蓝名, 再把它串接在一起, 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OK,所以这个里面当然很多啦, 那我是跟各位讲一个原理原则, 就是说呢, 里面的每一个函数都有它的用途, 但是不见得一定会用到, 可是呢, 你至少要知道这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那其中有那个FINE函数刚刚提过的, 另外呢, 在往下, 有一个叫什么呢, SEARCH函数, 其实你会发现, 诶, FINE, SEARCH, FINE不是寻找吗, SEARCH也是寻找, 那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边差异性, 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底下都跟你讲答案了, 关键就是什么呢, 如果呢, 什么, FINE的话呢, 大小写, SEARCH是大小写视为相同, 对不对, 如果你是FINE的话呢, 那大小写视为, 它不是不同, 它是区分大小写, 意思是说, 如果你将来在找, 找资料的时候, 假如大小写, 你把它当成不一样的话, 你用FINE, 可是如果说你大小写要一样的话, 那你就用SEARCH, 所以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我想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这一题我们用FINE好了, 因为主要是找那个, 前刮户,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前刮户的位置我怎么找呢, 第一个, FINE TEXT,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什么, 找哪一个资源啊, 那我就补一个前刮户给它, OK, 那离开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刮户, 前后的那个双引号, 那在哪边找, WITHIN TEXT,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那第三个是STARLUMBER, 就是STAR, 顾名式码, 从哪个字开始找, 如果你空下来, 它就从第一个字帮你往后找, 不过理论上我们是从第一个字, 当然了, 未来如果你要让它往后面的字元找, 不要从第一个字找, 那你可以在STARLUMBER里面, 填入你要的那个数字, OK, 好, 那这个时候它会帮你找到3, 返还结果是3, 而且是一个数字3, OK,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当然往下填满, 你会发现, 如果呢, 有找到的话, 它会是什么, 它的位置, 如果像第一个, 或者是像第几个呢, 第六个,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它会产生一个紧value的错误, 也就是说, fine这个函数的特性是, 找到, 告诉你位置, 找不到, 那就给一个紧value,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问题是, 如果将来找不到, 会有个紧value放在那边, 感觉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过滤掉, 其实很简单, 就刚刚讲的ifl就可以了, 不过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后刮壶, 所以后刮壶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也是跟刚刚的前刮壶差不多,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贴到后刮壶的地方, 把那个公式里面直接改一个后刮壶就可以, 这样会比较快, 但你可以重做一遍, OK, 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不过特别注意, 刚刚我在空点上, 不是用直接点两下, 现在是可以快速点两下, 它会自动填满, 那你想说, 刚刚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填两下, 主要如果你要点两下, 你的左边栏, 是要有资料, 你才能够自动帮你填满, 但是如果你左边栏, 没有的话, 那你点两下, 它不会理你, 它实际上点两下, 意思是说, 我自动去参照左边的那一栏, 它到哪一列, 它就停到哪一列, 而且帮你实作里面的公式, OK,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前刮壶的位置, 后刮壶的位置抓到了, 但是呢, 我们不是要这样的东西, 我要的是中间的资料, 所以资料怎么抓呢, 再来呢, 我可以利用那个有个函数叫mid, mid的函数, 那这地方你不能用labs啦, 左边的不对, 因为它在中间嘛, 所以你用那个mid, M开头的这个函数, 那顺便讲一下啦, 这边有个mid, 后面有个midb, 然后len有lmb, 然后什么labs, 那个b指的是byte, 因为在那个e-sale里面, 数字跟英文, 都是一个byte, 中文或全形是两个byte, 那如果说你没有用那个什么byte来算的话, 那就算字元, 字元的话呢, 就是反正不论中文英文数字都是一个byte, 它不区分哦, 那这个有什么用途哦, 其实在有些实作上面, 假如说你要找出你储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用byte去算, 因为呢, 如果你用byte算, 跟不是用byte算的话, 那byte会多出几个字, 那多出那几个字实际上就是中文字,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顺便讲一下, 有关那个什么, 下面有个midb, b的话是用byte,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很多那个, 文字函数比较特殊啊, 它都会处一个有, 后面多一个b, 一个没有, OK, 然后按, 我们现在当然用那个mid, 按确定, 然后呢, 要做什么呢, 把字给切出来, 那我的文字在哪里呢, 在这一个, 就是一样, 我点一下那个a3, 然后呢, start number是从第几个字开始, 那我要开始的字是从, 那个前刮虎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不是要包含前刮虎, 所以你要记得加1哦, 加1的意思就是说, 前刮虎的位置, 在帮我向后抓一个字, 前刮虎, 后面这个字, 从这个字开始帮我抓, 后面的话呢, 再来就是number trust, 那你要抓几个字呢, 基本上哦, 就是后刮虎的位置, 有没有, 减掉什么呢, 前刮虎的位置, 那因为呢, 会多一个, 多一个后刮虎的这个位置, 所以记得, 最后记得再把它减1, 减1, 因为多一个后刮虎, 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后刮虎的位置再扣掉, 怎么会知道有多一个, 其实呢, 我建议各位平常, 可以善用这个预览视窗, 因为有的时候, 你用那个直接推理,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可以什么, 配合这个, 然后减1就可以了, 因为多一个后刮虎, 减1, 这样的话呢, 按一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我们的资料呢, 就全部找到了, 向下填满, 然后呢, 向上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 找不到就会多一个value错误, 那当然呢, 这个value错误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过滤那个value错误, 所以最后呢, 请你再利用, 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逻辑里面, OK, 会有个ifl, 如果他刚刚讲过啦, 就是如果你是2003的版本, 很抱歉, 他没有ifl, 这个ifl非常好用, 因为以往如果你没有ifl, 你可能要用两个函数,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ifl的话呢, 非常简单, 以后呢, 记得哦, 只要你在出生歌里面, 看到有那个任何仅开头的错误, 包含现在看的仅value, 或者什么仅areal, reference错误, 或者仅na, notavailable, 等等的, 反正有仅开头的, 那记得啦, 用这个, 就可以把它全部过滤掉了, 因为我看很多人报表, 奇怪一堆那个仅开头的, 然后他也不做任何处理, 那看起来就觉得, 实在是不美观啦, 对不对, 你就做一个, 就记得用ifl过滤一下就好了, 按确定, 然后呢, 记得哦, 在做ifl之前, 请你先, 先插入一个ifl, 然后呢, 过滤什么呢, 把这个储存格的里面的这个资料给他, 他会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仅开头的东西啊, 如果有的话呢, 他要做什么样的错误处理, 我要把它清掉, 所以呢, 给他过滤的东西, 如果有错误呢, 把它改成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记得哦, 在Excel里面呢, 或者VBA也是一样啊, 就是两个双引号, 这样子叫做什么, 空置串, 实际上就是清除的意思啦, OK,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是清空, 然后呢, 如果遇到有错误, 他帮你清空, 但是呢, 如果遇到里面没有错误的话, 他就照原来没有错误的, 那个内容做输出, 所以呢, 按确定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你会发现呢, 过滤有错误的, 但是留下什么, 原来没有错误的, 还是保留, 哎, 那Value全部做完了, 所以往后呢, 如果你的那个Excel档案, Excel的工作表里面呢, 假如说有很多的, 紧开头的错误啊, 我是建议啊, 你把那个公式剪下来, 贴到ifl里面, 再过滤, 把他底下加一个空字串, 他就会帮你把所有的这个错误讯息呢, 通通都过滤掉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是分成一, 二, 三, 四个步骤, 分别完成, 那你想说, 那最后我要的结果是, 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嘛, 可是距离还是有点遥远, 那怎么办呢, 我可不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当然可以啊, 后面呢, 就是希望怎么样, 做完这些啦, 你可以不要分四个步骤, 你一个步骤呢, 就把刚刚的全部事情做完, 不过有点难度啊, 但是你如果不想的话, 没关系啊, 你可以怎么样, 把f栏到b栏怎么样, 把它隐藏起来不就好了, 然后把上面栏位名称再改一下, 这样也OK啊, 没有人说不行啦, 不过你自己可能看的不舒服而已啦, 然后就这样,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变通嘛, 但是如果不行, 不然你用连结的方式啊, 不过当然这都不是好方法, 最好是你就做完之后啊, 可以怎么样, 一次全部做完, 那是最终极目标啦, 如果你那个只是一个, 有点像我分阶段, 但如果你要一次做完, 可不可以啦, 我做一次可以看啊, 你这样逻辑清楚啊, 我的习惯是这样啊, 我先把中间可能比较重要的公式先复制起来, 然后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 先把fine先做完, 然后把它插入函数, 外面先包一个m的函数, 所以最近使用过的m的函数, 然后test是在哪里, 在这里, 刚刚这个公式有没有, 贴上哦, 记得不要复制到等号, 加上1嘛, 钱瓜5加1, 然后后面要抓几个字, 就是抓后瓜5的位置, 所以把这个公式哦, 改成后瓜5, 然后呢, 再减掉钱瓜5, 所以再贴一次啦, 然后再减掉一个字, OK, 按确定, 这样的话我就完成了, 第一阶段, 你看一下, 哎, 没问题啊, 第二阶段就是把m的函数这个部分, 再把公式怎么样, 剪下来, 第二阶段就是把这个公式再剪下来之后的话, 贴到那个ifl里面, 刚刚用过, 最近使用过的, 贴到value里面, 然后呢, 后面一样加一个空字串,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那当然, 其实, 比如说像比较冗长的公式哦, 没有人那么厉害了, 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到位, 那我的习惯是, 我先拆解, 拆解完之后呢, 再全部都在一起, 这样会简单很多,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 全, 从头发做到尾, 叫你一次就做这样, 应该很, 很少人可以, 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的重点, 一二三四, 再一次把它全部做完, 来, 这边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OK,